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从耶稣基督之后就一定被称义重生 被称义重生的基督徒就一定有圣灵的见证 那这个圣灵的见证就是圣灵与他的心同正 他是神的儿女 这样的基督徒他才能够爱神爱人如己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迈向圣洁 那问题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没有圣灵的见证 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基督徒怎么办呢 吴雪兰说尤其是他早期和中期他认为说 这样的基督徒和这样的人呢 就是没有圣灵见证的人呢 他们不是基督徒 那既然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就没有办法按着圣经的教导 继续的成长去爱神爱人如己 换句话说呢 他们没有办法迈向圣洁 所以在早期和中期的吴雪兰他认为说 这些基督徒他们一定要有圣灵的见证 才能够证明他们是真基督徒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们不是基督徒 那这样的一种神学思想 而是牧养的策略呢 就伤害了许多在教会里面 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徒 但是没有圣灵的见证的这些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被认为不是基督徒 那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吴雪兰派的晚期 晚期的时候 吴雪兰派他借着圣经 按着他个人还有弟兄姐妹的经验 发展出一种神学概念 来接纳那些没有圣灵见证的弟兄姐妹 成为基督徒 这个概念呢就是仆人之信 这个时候就是晚期的吴雪兰派 他是这么看的 他认为说 一个已经悔改信从耶稣基督 有圣灵见证的人呢 他们是神的儿女 他们拥有的是儿子之信 Faith of a Son 那这样的基督徒呢 是完整的基督徒 至于那些 悔改信从耶稣 但是没有圣灵见证的人 他们也是基督徒 只是不完整的基督徒 因为呢 虽然还没有完整的称义之信 但是他们也有 某个程度的称义之信 称为仆人之信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就被称为是神的仆人 那只要这些人呢 继续的敬畏神 行公义 他们就是神的仆人 他们拥有的是仆人之信 是未完整的这个的称义之信 他们会像戈林流一样 被神接纳 也就是会有最终的这个的救恩 那这样的人呢 虽然还不是完整的基督徒 他们可以继续向前迈进 继续的使用这个蒙恩途径 就是Mins of Grace 那他们有一天呢 就会蒙神赐给他们 儿子的信心 那他们就可以拥有 完整的称义之信 并且领受这个的圣灵的见证 成为神的儿女 一个完整的基督徒 然后呢 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学习爱神 爱人如己向救恩 向圣洁来迈进 晚期的威士里 他看教会里面 那些已经悔改信从耶稣 但是没有圣灵的见证的人 不再像早期和中期那样 说他们不是基督徒 是灭王之子 这个时候他会对他们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 他们虽然还不是神的儿女 还没有拥有儿子之信 还不是完整的基督徒 但是呢 他们正在迈向 成为神的儿女 领受儿子之信 成为完整基督徒的路上 所以威士里会对他们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放弃 继续地悔改 信从耶稣基督 继续地敬畏神行公义 继续地使用恩典途径 这样的话呢 有一天 在神的旨意当中 上帝会赐下恩典 让他们拥有儿子之信 真正成为神的儿女 有圣灵的见证 来与他们的心同证 他们是神的儿女 他们就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学习 爱神 爱人如己 然后迈向圣洁 第二姐妹可见 为什么他们晚期的 这个的学学概念 就是仆人之信 还有儿子之信 让他的牧养神学 迈向成熟 就是呢 借着这样的概念 就是仆人之信 还有儿子之信呢 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继续向前迈进 迈向圣洁 那这样的基督徒呢 就可以真的爱神 然后爱人如己 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阿们